张化县102年度阳光品格之星 继品德教育特色学校联合表扬活动 20日在县府中庭举行 由卓县长亲自颁发阳光品格之星 品德教育特色学校等奖项 希望将友善校园的品德观念向下加根 从学校推广到每个学生落实品德教育生根 这一次全国的品德教育凯模学校 我们有四所学校入选 分别是张兴博州 还有中山国小 秀水国小 南亚国小 我们是不是校长站起来 给他恭喜一下 将来我们的同学会有很漫长的一段求学的历程 求学历程之后 踏出社会服务人群 如果我们的同学都能以今天接受表扬大家的特色 大家受到的肯定 来作为终身奉行的德性 这样子一定会是一个成功的人生 一定会是一个让人羡慕尊敬的成就 阳光品格之星为春之星 夏之星秋之星及冬之星 分别以感恩孝顺守法正义合作负责礼节及信使等八品德项目 从县内国民中小学学生中 选拔出60颗闪亮的明日之星 黄昌恩同学 他平常在学校品学兼优 那么经常看到媒体报导 看到国外 包括非洲 欧洲 很多贫穷的公民 那么他从自己当一个小种子 那么发起 在班级发起 衣麦活动 包括制作T-shirt 那么这个衣麦由班级来发起 那么获得班级的小朋友跟家长一起的认同 那么一起的推动 我为什么创建这支蚂蚁T-shirt呢 因为城市有71人口 每个人在宇宙上面就看起来就像一只唯不足道的小蚂蚁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这些小蚂蚁都出一点力量 那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非洲的孩童 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也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机会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了希望 那么他将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有了希望 那他将能拥有不平凡的未来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尽自己唯不足道的力量 最后帮助别人拥有不平凡的未来 南郭国小黄长恩同学是本次最耀眼的品格之星 他以象征团结的蚂蚁图像制成T-shirt 参与学校发起饥饿儿童 由我们来保护义卖活动 并将全数所得捐给世界展望会 以资助非洲平同 其善举值得特别嘉许与赞扬 期盼透过阳光品格之星 表扬活动在各校持续推动与发校 有效形塑正向校园氛围 重建良善校园伦理 营造彰化县成为优质且具高尚品格的好城市 公益频道林俊明 彰化采访报导